我先走了 姐 醒酒的 快喝了吧 嗯 你有什么想跟我说的吗 没了 我想说 对不起 又让你担心 这要是平时啊 我一定大骂你一顿 但这回你能平安回来 我就已经觉得很好了 快喝了吧 擦擦嘴 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 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 你先别走 你慢点儿跑 我还有件事儿忘了告诉你了 我不是在牢里见过桑杰的家仆吗 她死前给我一个线索 什么线索啊 她不是知道我是同龄的师爷吗 而且在池州她不相信任何一个人 她知道自己说了也会死 她在我手上写了一个 金 老金 对对对 就是她 我们是不是去桑府里查查有没有这个人 就可以知道黄金线索了 你可真是我的福星啊 回来 不耽误 我马上就走了 你要去哪儿啊 周边发生了旱灾 有很多灾民呢 入住了统领 我们去处理一下 对 灾民想吃饭 我有办法 大人 我先走 你去哪儿啊 我去看灾民 我都说我有办法了 我去哪儿啊 你说 你好不容易答应我打一次练 外面还下这么大雨 你这都淋湿了 快拖下来考考吧 这 固 固男寡女 在山上 多不好意思 过来 过了吧 过来 你别这样 我这个人特别记不起考验 快拖下来 这个我快披着吧 着凉了 也挺麻烦的 你说 这天不山也挺邪乎的 大人和师爷在这遇险两次 像是老天爷 故意为难有情人似的 你跟唐大人关系这么好 是很早都认识了吗 那当然了 我们俩 是一起光屁股长大的 他从小脑子就好 什么习文啊 读书啊 在四叔里都是最好的 可我就不一样了 打架 逃学 还戏弄夫子 要不是有老唐啊 我现在还在四叔里读书呢 可是唐大人看起来挺孤傲的 跟你好像不是一路人啊 这你可说对了 一开始我见他 那副臭屁的样子我也烦死了 然后呢 有一天上学的时候 我把他给绑了 我们俩一直打到了山上 然后呢 说来也巧那天呀 和今日一样 我们俩都困在山中了 这肚子啊饿得不行了 于是 我俩兵释前嫌 一起啊 抓了一只鸡 语依姑娘 你看这只野鸡 形单影只的 不如我们 一个客人都没有啊 真是够倒霉的 赚了那么多钱 总该吐点出来了吧 你又不是没看到 孙爷外死在我楼里 达官显贵们 早就不来我这儿吃饭了 我呀 依然是在岛造的边缘徘徊了 济南知府的公子 跟我在这儿哭穷呢 我哪有啊 还不是因为你 我爹催我回家的家书 当柴火烧 都够烧一天饭了 为了你这三月期限 我是苦手在这妙生楼里 我爹气急败坏 断了我的用度 娘子啊 如果有一天 我真的变成了穷光蛋了 你还愿意跟我在一起吗 那要看是哪种在一起了 就 就 就 这种 别想了 不管是贫穷还是富有啊 我都不会跟你在一起的 我心里已经有唐大人了 他唐飞龙有什么好的 我要是回到我爹娘身边 你到底帮不帮忙啊 帮 他唐飞龙能做的 我为什么不能做 今天 我就是陪上这妙生楼 我也要帮娘子的吧 那就多谢恩公了 开心点儿 你又不差这钱 酒 敬酒 给我尝尝 太好吃了 正不疼 倘若眼下无路可走 你是会惦念眼下的安稳 随波逐流 还是会奋起反击 拼个清明结果 我上眉毛之际 端上起鼓眼去啊 好 接着给你 我们现在是不是在一起了 不然呢 可是你都没有对我说过好听的话 想听啊 我的眼里只有你 然后呢 自从见到了你的大脸 我的眼里就容不下别人了 我可是瓜子脸蜜桃脸 你再欺负我 我就 你就什么 我就 我就反手一个爱的抱抱 我问你啊 昨天你去哪儿了 不告诉你 刘明的事 包在我身上 放心吧 你就放心查案去吧 救济灾民这种事 交给本师盈 放心吧 你一说放心我就害怕 我总觉得只要你一说放心 就会有什么不好的事发生 谁说的我明明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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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妙生楼 流迷骚动 咱们要不要去镇着厂子啊 怎么回事